一齊竹京講講波京 大家好 又是我Philip 今個禮拜也有很多新聞 其中一宗香港的足球新聞就是董知英事件 那就不多說了 因為在那個一齊竹京的番外片 我和江少已經講得很仔細 分析得很詳細 有興趣就可以去那邊看看 另外一個香港的足球新聞 就是講一下李文和東方 兩隊球都在亞冠杯的二級聯賽都是輸了 李文那場我就看電視直播 就是港台那個 我覺得李文和南定帖那一場球 是未必會輸的 不過我覺得李文那個 鬥心不夠強 特別是落後的時候 都好像有一種絲絲然 慢慢來的感覺 兩隊其實不差 如果李文能夠再積極多一點 應該可以打和 甚至是主場贏球 至於東方那場 我沒有看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輸0比5 還要輸兩球烏龍波 但是實力來說 對著FC適尼應該都是難踢的了 下一場好像是對廣島三戰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希望多一點的香港球迷 去到這個旺角大球場 去支持香港的足球 另外一宗足球新聞 就是剛剛過去的星期 意大利的神級射手史基拉斯 就突然間離世 中年就59歲 那他有什麼厲害的成就呢 就是包括在90年意大利世界盃 在一個真主場的底下 四強對著阿根廷 他就入了賽事的第五球 當比賽踢成1比1的時候 就到了射12馬的階段 想不到他竟然以受傷的理由 拒絕射12馬 最後球隊就輸了 只能夠晉身貴君戰 而到了貴君戰的時候 他就再入一球 所以在整個世界盃的賽事裡面 他就攻入了六球 成為了當屆的神射手 並且獲得最佳球員的金球獎 那麼到了球會生涯 他就效力了祖雲達斯和國際米蘭兩隊班伯 兩個球會加加起來都贏了一次的歐洲足協杯 就是歐巴杯的前身 然後到了日積聯賽 去盆田山葉 踢了三年 到了97年的時候 就贏了J-League的冠軍 之後就退役了 對於我來說 我就不太認識他的 就算打遊戲 譬如打Winning 打Fever 有一隊叫做經典意大利隊 我都不會用他的 因為多數都是用巴治奧和迪比亞路 所以這位神射手對於我來說 印象真的不太深 我講到這樣就算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歐冠 歐冠剛剛過去星期 除了拜仁九比二大炒對手 這個賽果比較令人意外之外 另外當然是說萬成對國米 和阿仙奴對亞特蘭大 而當中當萬成和國米踢成零比零之後 在一個電視節目裡面 其中一位比較出名的節目主持人 也是法國的射手亨利 就在一個節目裡說 這個歐冠制度 其實真的不太對勞 特別是他令到一些球員 變相起碼踢多兩場的頂級賽事 其實是會令到一個球員的質素和能力 是大大地降低的 我們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顯示了萬成的樂迪 因為有這個歐冠的賽事新制度下 他是足足有機會在今季 要踢足79場的比賽 79場比賽對於一個職業的球員來說 是一個難以承受的包袱 所以我都幾同意亨利所說 現今足球 沒錯 因為這個制度下 你多了一些賽事看 但是多了賽事 是不是就代表著 那場賽事的質素會上升了呢 正所謂貴精不貴多 賽事不須多 我覺得未必需要多一點的賽事 我反而想要多一點更加精彩的賽事 數量多不代表質量好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始終這個叫做一齊足經的項目 都想聽一下大家對於多了賽事的看法 到底多了賽事 是不是就代表對於整個足球界 會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呢 期待大家的留言 說完足球新聞 不如就看看 剛剛過去的星期 究竟猜中了多少場 我們看看歐冠 歐冠有接近七成的名中率 也不錯 至於英超也有六成 也不錯 也不錯 按照目前的軌跡來看 應該的預測都值得參考 如果真的準確的話 就繼續支持這個節目 也繼續支持D100 我們休息一會 然後回來講講 今個星期的英超預測 可能有些朋友十年都沒有來過 數碼港 有幾個方法 看看大家的家底 或者收入情況 最平民的方法就是 搭去堅尼地城地鐵站 A出口 就找一個可能明天星期六好些 平時很多人排隊 58號小巴 搭到中間看到數碼港戲院下車 接著就找我們這個數碼港三座B區七樓 就會搭升降機上七樓 就會見到我們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棚程用開的 是的 你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在銅鑼灣 在崇光後面那條街 你就會見到有一個小巴站 就是69號X 沒錯 是一個綠色小巴 其實在Sogo的後面 你就會見到 那個不是銅鑼灣總統戲院的門口 那個門口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買鋁蛇 那個 即是那顆頭 對 那顆頭 你不會錯過的 那個站 那就是69號X 在那裡坐車 這樣就可以了 有幾多車 對 如果你在太古 真如沖那邊 你可以在太古城 船路有一個69號 不過在半小時 一班 是的 那個真的比較疏落 差不多你上車 搭到中間站 就是數碼港 另外九龍區 找乘巴970 找到數碼港 又是它的中間站 如果你在中環 當然在廣場 樓下巴士總站 那裡 有一個30X 又是搭到尾站 又是數碼港 有錢的 在堅尼地城 最近 搭的士 大概五條街 幾個人一起合起來 就可以了 不過小心司機 說髒話 幾個人合起來 不是吧 第五 有車的 自己駕過來 駕過來 有泊車優惠的 另外 如果你是運動家 你可以走 在堅尼地城 走海皮 又可以沿途 看到風景 如果好天 這樣一個小時 走到數碼港 一點都不辛苦 因為沒有斜路上 反而你反過來 在數碼港 走到堅尼地城 你要上一條大斜路 因為你要上 那個有海景的斜路 你在數碼港 走那條斜路 才上去 我還打算找天 下班 就這樣跑出去 你沒有問題 不過就不是那麼多人 撐得上那條斜路 你應該可以的 你跑到10K以上 好 接著最後 就是億萬富豪 才行 就是駕遊艇 這樣就在數碼港 有落就可以了 在數碼港 水路也可以 證明 沒錯 幾種方法 都可以明天 來到這個數碼港 就是12點到6點 我們明天有很多東西 有我們e-shop 的貨品 有些是急凍食品 即買即拿 豬腳薑 麻辣豬腳薑 全部都有 還有其他蜜糖 總之大家在e-shop 有發國海鮮湯 明天有得試飲 第一次 遲些是e-shop 也會介紹給大家 還有家權的熟食檔 他現場招呼大家 觸目的盆菜 當然由家權自己選 好似說給五條東西 他又會選五件 全部收益都是支持100元 然後裡面還有我們的回憶郎 然後又有很暢口的專區 Hello Kitty專區 有些可以幫大家辦手續 登記e-shop 或者做youtube會員 你帶上你的手機 i-pad上來 我們有專人教你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立刻打卡 立刻和我們的主持合照 有十款的 基本上是數碼化的 雖然我的主持不在 但是你會在他做節目的背景 和他合照 還要立刻送去你的手機 變得不用等 所以每次合照都是100元一張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明天我們open day 都是一個為100元延續下去的好機會 所以又可以上來參觀 又可以 多謝 多謝BK 謝謝 對 我想駕遊艇 但我剛剛借給人 這麼厲害 那我也想借用 多謝BK BK王很支持我們 多謝你 所以明天 我們明天有香港舞台一年的禮物卡 方便大家上來給1000元買一張卡 那張卡有戶口號碼和密碼可以送給人 然後又不需要登記什麼資料 你放1000元就可以買了香港台禮物卡 送給其他朋友 這是另外一個快捷方便 大家又沒有那麼驚恐支持香港台的方法 總之明天就準時上來了 希望看到更多人 我們便會安心 好 回到來了 再交代多一次 就是我們有一個大改革 就是剛剛過去的星期三 就在這個一起捉襟的Facebook page 就多了一個新的環節 叫做英超馬後跑 這個環節就是會檢討一下每一輪的英超 每一場賽事有些什麼新的發言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可以的話 也可以留言 說完之後 我們就進入今個禮拜的英超賽事 先說倫敦打比韋斯咸對車路士 車仔是作客好過主場 所以簡單來說 車路士今場是會贏到韋斯咸 贏1比2 阿士東維拉對狼隊 所以聯賽杯是比起歐冠更加辛苦的 再加上今場是維拉主場 所以點都是稱高少少的 所以狼隊不好意思 我會覺得你輸 而阿士東維拉是會贏你3比1的 下一場就是富咸對紐卡蘇 紐卡蘇可以反勝狼隊 對於球隊來說 的確是打了一支強心針 再加上富咸在剛剛過去的州中 要血戰普雷斯頓 射十二抹射到秋筋 都是飲行樹 對於球隊的士氣是影響深遠的 不過富咸都有一定的入球能力 但是未必贏到紐卡蘇 所以我會猜紐卡蘇會作客贏富咸1比2 下一場就是今個禮拜三場重頭戲之一 修咸頓對葉史遺志 修咸頓在州中聯賽盃要血戰愛華頓 最後幸運之神眷顧修咸頓 他們憑十二馬進級 不過一定很身心俱疲 而且他們在英冠的時候 對著這隊冤家葉史遺志 都是沒什麼好處的 兩次面對著他們 都是不能夠贏波而回的 所以在之前我就說 周咸頓對葉史遺志 是二比二打和 現在的轉態 我覺得葉史遺志為了護級 一定會跟你血拼到底 再加上週中沒有聯賽盃 這場可以放到有幾進 去到幾進 所以我會猜修咸頓對葉史遺志 葉史遺志是會贏1比2的 下一場其實都是一場倫敦打比 就是熱刺對賓福特 熱刺是要贏波的 而他們在聯賽盃作客高雲地利 落1追2 應該都消耗了一定的體力 不過我好幸運 今場對著實力比阿仙奴差少少的賓福特 贏到 再贏不到 教練就要得包袱走 再加上 我覺得蘇蘭基應該都餓球 今場肯定會主動爭取入球 所以我會相信熱刺會贏賓福特3比1 下一場就是重頭戲的第二場 李斯特城對著愛華頓 而根據某某英國足球節目主持人所說 這場是世界杯決賽來的 那我就猜這場賽事是3比2 又3比2? 再中的話第三次3比2 相信多一次 愛華頓的對面 第三次 樂2追3 就算你不相信 都相信一下 今季李斯特城的表現 特別是 如果你有留意37歲的華底 還交到課 表現不錯 所以無論最後是不是3比2都好 我覺得你都值得 去投這個李斯特城信心的一票 下一場就是利物浦對搬利茅夫 你看完利記作客AC米蘭3比1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利物浦的前鋒 是啞了火不懂得入球 所以今場應該會谷底反彈 沙娜和迪亞斯今場有球入 所以我會猜今場利物浦會贏搬利茅夫2比1 下一場就是禮拜天 凌晨水晶宮對曼聯 曼聯能夠血洗鷹甲球隊班士里 當中有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他們的前鋒信心是大真 今場應該可以再下一城贏波而歸 不過水晶宮都不是省油的燈泥 應該都有辦法射破奧娜娜的十指大關 所以曼聯會作客贏波 不過是會作客贏1比2 水晶宮都有入球 下一場就是白禮頓對諾定咸森林 白禮頓緩和了葉氏的字0比0之後 今場是要積極搶分的 以及在英超馬後炮裡面 其實是一個關於利物浦的事情是沒有說的 就是利物浦的進攻速度是比較慢的 變相在防守上都是容易了 但白禮頓的進攻速度的確是有它的保證和非常快的 特別是你知道有三戰分 所以今場在白禮頓主動出擊下 應該是會贏波的 會贏2比1 下一場就是天王山之戰 第一對第二 曼城對阿仙奴 兩隊在週中的歐冠對著二甲球隊 都是同一個命運 0比0 根皮力盡底下 雙方不單只只能夠拿一分 也有額外的損失 曼城的迪布里半場雙出 而阿仙奴就少一日休息 如果看上季的表現 阿仙奴就在曼城的身上獲得4分 如果看進攻力 阿仙奴是比曼城差差 因為有夏蘭特 但防守上面 就反過來 加比爾和沙里巴的無敵中堅組合 在上季成功抹實夏蘭特 雙方交手 夏蘭特 一球命中目標都沒有 所以這場天王山之戰 其實有兩大關鍵 第一 就是阿仙奴的死球戰術 第二 科頓可不可以成為英雄 拿出神奇能力射破拉雅的十指大關 但無論如何 這場球哪對贏 不代表就是最終的英超冠軍 始終足球的世界千變萬化 以及這幾年阿仙奴為何最後拿不到冠軍 倒是虧自己 說了這麼久 今場是什麼賽果 一句到底 今場曼城會輸給阿仙奴 一比二的 以上就是今個星期的英超預測 看看又中了多少場 最後講多一句 明天就是D100開放日 記住去數碼港支持D100 今集一起祝經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記住subscribeD100 YouTube channel 還有記住like一起祝經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